公众长命 今年6月23号一名骑士行驶输滑公路 却惨遭杀死车逆向撞死案例 不满路权长期遭到漠视与不友善 加上数件依交通规划设计不良 引起的机车骑士死伤 台湾机车路权促进会 仅来自全台各地机车等团体 7月1号发起八维公路总局抗议活动 大喊公众长命 请政府重视机车族行车安全 不要再有人发生意外 我们要的是重新检讨道路规划 分析路口的车事故原因 我们要的是重机上国大 我们针对的是所有骑士的安全 所有骑士的命 机车团体表示 过于强化汽车霸权的结果 只会让机车骑士车祸死亡率逐渐攀升 对此他们要求道路平权 并提出五大诉求 速限改善 驾照改革 废除强制两端式左转 积极改善道路工程 及省道不得排除机车行驶 也就是开放骑士 行驶苏滑改 南迴改等 要求公路总局落实交通改革 真正保护每一位用路人 对此公路总局回应 持续沟通改善措施 因为就是这个苏滑改它是神道 但是它就开放所有的摩托行驶 连大型重型摩托都不行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车祸 这是我们今天的诉求之一 重视所有公民的通行权 类似这个南迴改这样子 来示范这个大型重机 那当然我们也会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说状况很好 我们还是会大型重机 这个通行苏滑改这个坡 把它执行下去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 主长薛占天表示 预计明年六月底前 将试办苏滑改开放大型重机通行计划 另外针对废除两段式左转诉求 也会找事故发生率高的入口 或入断试办 观察成效再来决定 原时新闻 虎顺布拉利亚 台北市采访报导